落日沉溺于橘色的海 晚风沦陷于赤城的爱 大家好 我是丸子 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除夕夜 我掀翻一大桌子菜肴 十几个吃得正欢的人愣住了 挑三拣四的婆婆 把我当丫鬟使欢的老公 以止气使的儿子 尖酸刻薄的小姑子 以及冷漠自私的弟媳妇 把他们痛骂一顿后 我打包走人 辞旧迎新 远离烂人 当了二十年畏畏缩缩的老妈子 今晚到头了 除夕这天 我五点钟就起床 只为要去早市买新鲜的鸡鱼海鲜和蔬菜 摘洗切炒 煎炸烹炖煮 两个灶头齐开 一个人在厨房忙得是晕头转向 而一门之隔的客厅却热闹非凡 大人在聊天吹水 看电视的 打游戏的 耍手机的 熊孩子追逐稀闹 坑坑腔腔 我把烧好的菜陆续端上桌 客厅很快就飘香四溢 我招呼他们 老公 天赐 妈 还有大家过来吃饭了 众人一拥而上 各自找好位置坐下 对着一桌菜肴垂涎欲滴 当我从厨房端出最后一道荤菜时 他们已经开吃了 偌大的餐桌围坐得刚刚好 没有我的一席之地 我看到小叔子六岁的双胞胎儿子 一人坐一把椅子 便默默地从角落里拉过一个凳子 想挤一挤 今年 我不想吃他们剩下的残羹冷制了 婆婆扬大容易了我一眼 美红 这道咖喱鸡太辣了 又闲 你想酷死我们 我加了一块尝了尝 就是平日的咸蛋 妈 这是按您儿子的口味做的 她喜欢吃重一点的 小姑子陈凤接过话茶 大嫂 今是年夜饭 这么多人吃饭 你不能光按大哥一个人的口味做饭呀 还有两个小孩呢 吃不了这么重口的东西 这点常识你不知道啊 我压了压心口的委屈 那我下次做饭注意点 今天就先吃饭吧 我实在太饿了 正准备夹菜 老公陈明智放下了筷子 不耐烦地说 吃什么吃 妈说太咸了 你去再烧个清汤 儿子这是关掉手机游戏 以止气使地说 妈 去厨房给我倒点醋 舅妈 我也要醋 我也要 我也要 我放下筷子 我放下筷子 冷眼打亮着 一桌吃得欢快的人 小叔子两口子 闷头干饭 大块朵仪 他的双胞胎儿子 吵嚷着 要吃这吃那 婆婆一个劲地往孙子碗里加菜 陈凤一家四口 其乐融融 边吃边对我做的菜 平头论足 电视里播放着春节晚会 室外烟花绽放 他们举杯庆祝 互说新年快乐 而我坐在饭桌的边缘 像个局外人 沉迷至米了一口白酒 红脸道 还愣着干什么 不是说让你去烧汤吗 还有你这个清蒸虾 没去虾线 太新了 下次注意点 妈 我的醋我的醋 赶紧的 嫂子 饺子包好了吗 等会我们带点走 耳边嗡嗡嗡的锅灶 吵死了 我站起身来 冷冷地说 咸辣咸腥 就不要吃了 还有你们一个个的 都没长手 众人一愣 陈明志则是歪着头 耿着脖子侧耳 以为听错了 你说啥 我说 你们一个个的舔着个大脸 就知道吃 还净是毛病 都给我滚 空气瞬间凝结 显得室外的爆竹声 格外清亮 趁着他们愣证之际 我把餐桌的桌面掀翻了 碑碟婉展坠地 叮叮当当 清脆悦耳 我辛苦了一天的成果 请客间化为满地狼藉 我却不觉得一丁点可惜 只有痛快 张美红 你疯了吗 陈明志一声呵斥 做事要朝我扇过来 众人冷眼旁观 没有一个拦着 我手快地捡起一片碎碗 抵在脖子上 你再敢动手试试 陈明志身体一僵 扬起的手悬在半空 他因为喝了酒 脸红脖子粗 骂道 你他妈的犯什么病 双胞胎下的哇哇大哭 弟媳妇把他们揽在怀里哄着 推到沙发坐着 依他的性子 应该是坐等看戏呢 杨大荣垂头顿足 指着我道 张美红 你今天是怎么了 大过年的抽什么疯 你弟弟妹妹一家大老远来过团圆年 你整只出给谁看 我转头看向小姑子和小叔子一家 质问道 你们没有家吗 年年来我们家过年 来了也不帮忙 干等着吃 吃饱喝足一抹嘴 抬抬屁股就走 当这里是饭店吗 小叔子一张脸骚得通红 低垂着头 弟媳妇嘟囔了一句 是妈叫我们来的 谁稀罕来你们这破家 小姑子 陈凤翻了一个白眼 尖着嗓子说 来自己大哥家过年怎么了 这么多年不都是这么过的吗 来是看得起你们 再说了 我们又不是空手来的 我笑了 他还挺有脸说 陈凤家是开超市的 每次来 带的不是粘巴坏了的水果 就是过期牛奶 等他们一走 我还得扔一次垃圾 自己家的垃圾自己扔 大老远弟带到我们家来 你不嫌累 我还嫌脏了手呢 你 你怎么这么说 陈凤的老公 拉了拉他的衣服嘀咕道 早说了 不让你带那些 你给我闭嘴 儿子这时插了一句 妈 你今天怎么回事啊 你让我很丢脸 难怪爸要打你 我胸口发闷 这个染着黄毛 天天抱着手机打游戏 喜欢看擦边女主播的小青年 是我从小养到大的儿子 好吃懒做 不求上进 勉强混个职高毕业 找不到正经工作 一天到晚跟着酒肉朋友 瞎溜 完全被他爹和爷爷奶奶给宠坏了 当然 我也有很大的责任 可是现在 我不想管了 我也曾努力过 可拉尼终究扶不上墙 我失望地说 陈天赐 你也很让我丢脸 儿子神情一顿 不解地看着我 杨大荣忽然坐在地板上 双手拍着大腿 开始他的表演 哎呀 我的老天爷 大过年的我造的什么孽 你有什么不满冲我来 不要当着孩子们的面说三道四 摔摔打打 你还有个长辈的样子吗 摊上这么个儿媳妇 我不活了呀 搞笑 这次我没有像往常那样 见不得老人落泪 而是冷眼旁观 然后不带任何情绪地说 那就去死吧 杨大荣停止哭嚎 嘴巴微张着 他盯着我 好像在看外星人 我一直握着碎碗片 陈明志不敢轻举妄动 他急痴白脸逼我 张美红 快跟我妈道歉 不然就给老子从这个家滚出去 我放下手中碎碗片 陈明志眼底 闪过一丝得意 他以为我害怕了 我平静地说 这个破家 我早都不想待了 谁他们想年年吃你们的剩饭 会气 回房收拾几件衣服和生活用品 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中 摔门而去 天气预报说 除夕夜 室外温度零下十摄氏度 风刮在脸上像冷刀子 但此刻 我却是从未有过的畅快 长期以来 胸口的郁节 终于没那么堵得慌了 在一楼 我看到自己精心养的 四年的多肉之梨破碎 这盆多肉叫郁碟 一共四株 每一个都清脆郁滴 十分喜人 我想到今晚做饭时 那砰的一声 是双胞胎干的 我还听到杨大荣说什么 掉了就掉了 不值钱 你伯母养得不当 吃不当用的东西 没关系的 当时太忙没在意 看着被摔碎了的玉碟 很像我四十一年的人生 我不想捡了 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 我抬头望了望二楼的窗户 隐约听到那家人的对话 妈 别生气了 等她回来 我好好教训她一顿 是得好好教训 给她脸了 这些都别动 她回来自己会石朵干净 我冷哼一声 转身离开 漫无目的地走在大街上 手机余额只有两百块钱 许多旅店宾馆门口 都挂了歇叶的牌子 马路上到处都是 放烟花爆竹的人群 我却不知道 自己将要去哪里 鼓足勇气打电话给爸妈 告诉他们 今天发生的事 妈 我能回家住两天吗 我妈一口拒绝 不行不行 出嫁的女儿 年三十这天 不兴来娘家的 你也真是的 大过年的做典范怎么了 胡闹什么呀 我的心凉了半截 我爸一直没发表意见 他应该也不希望我回去 妹 你千万别回来 触眉头 我哥这一句 让我另外半截的心也凉了 想起几个月前 爸爸爬楼梯摔断了腿 我在医院端使端伺候 整整两个月 柯嫂一共就去过两回 眼泪一下汹涌而出 我挂断电话 在街上继续寻找着 还在营业的宾馆 直到快十二点 还没找到住的地方 在我以为自己就要 冻死在大街上时 看到一家网吧还亮着 推门进去 烟味很呛 但开了空调 很温暖 老板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 他上下打量我一番 疑惑地问 大姐 你来上网 我点了点头 这是我第二次进网吧 上一回大概是五年前 陈天赐在网吧彻夜打游戏 我去找他回家 老板要了我的身份证 说给我开个机子 我局促地告诉他不需要 我就想找个地方待一晚 老板看看我的包 大概猜出了什么 要包箱吗 安静一点 我想省着点花 就找了个大厅角落里的位置 网吧里人还不少 大部分都是年轻人 还有几对情侣 我在想 如果不是无家可归 谁会大年三十来这里 我听到老板无奈地自嘲 没想到啊 大过年的比平常生意还好 最后几天营业了 你们珍惜吧 就这样 我在网吧将就了三天 年初四一大早 我就拿着行李 找到年前就面试好工作的餐厅 这是家做东南亚菜的中高档餐厅 已经开始营业了 店老板是个留学回来的年轻姑娘 她让我们管她叫米卡 年前 我已经来试用过三天 米卡对我的刀工配菜很满意 当她看到我拎着行李包 不解地问 美红姐 不说不住宿舍 回家住吗 我也没有瞒她 把家里的情况说了个大概 米卡当即说 姐 你就安心住宿舍 等会让小玲带你过去 解决了住的问题 一切都好办了 结婚以后 我几乎没有工作过 生娃 带娃伺候老人 也曾在家接点手工活 补贴家用 等儿子 陈天赐念到初中 我找了一个在他们学校 做厨师的工作 可只做一个月 陈天赐嫌我在学校 做饭给他丢人 死活不愿去上学 无奈 我只好辞掉工作 我高中毕业那年 去学过一年的厨师 这些年 在家也喜欢导固研究一些菜式的做法 手艺还不错 就想开个小餐馆 陈明志强烈反对 他说我头发长剑是短 头脑发热 一定做不好 头钱也是打水漂 你做好家务 把我和儿子 伺候好比什么都强 别一天天地意想天开 瞎折腾 我又妥协了 断了开餐馆的念想 就在我寻思着 找个离家近的工作 赚些零花钱时 公公突然中风了 婆婆以腰痛为由 跑来我们家哭诉 儿呀 你爸我是伺候不了 我年轻时 为你们兄妹几个出苦力做工 把腰伤了 现在年纪大了 疼得不得了 小叔子和弟媳妇 都在国企上班 分不开身 伺候公公的活 就落在我身上 这么多年 我尽心尽力 直到去年公公去世 我才解脱 接着又照顾我爸 住院到出院 年前一段时间 我才有了自己的时间 正好遇到这家餐厅 招配菜园 包吃包住 一个月四千块 其实 我看中了他们家的厨师 工资是配菜园的双倍 可惜他们不缺这个职位 安顿下来 我就开始了餐厅打工的日子 忙碌且充实 不需要看谁的脸色 也不用听谁的指使 我只恨觉悟太晚 白白浪费多年光阴 大年初十这天 我正在后厨切菜 听到有人骂骂咧咧 来到前厅一看 原来是陈明志 米卡见到我 神色不悦 美红姐 这是你老公 不好意思 米卡 我这就把他弄走 陈明志文言 提高了音量 张美红 还工作上了 长能耐了呀 我低声道 你先离开 下了班 我会回去找你 你现在就跟我走 我都说了下了班回去 听不懂吗 我也硬气起来 陈明志围着我绕了半圈 行啊 张美红 翅膀硬了是吧 我看你是欠打 你尽管打 这里有监控 这次我不会再忍你了 我会报警 陈明志 善善地收回手 阴狠地说 晚上在家见不到你 你就死定了 陈明志离开以后 米卡问我是否需要帮忙 我正担忧着晚上回去 会不会遭到陈明志的劫难 甚至是家暴 说到家暴 陈明志第一次动手打我是在三年前 我们两个从相亲到结婚生孩子 感情一直平平淡淡 他脾气不好 有严重的大男子主义思想 除了工作 家里的一切大小事物都不沾手 但所有的事他又要做主 那晚 陈明志在外面喝多了酒 东倒西歪地回到家 并没有像以往那样倒头就睡 而是处处挑我的刺 我反驳几句 他竟动手打了我一巴掌 我以为他就是简单的撒酒疯 没有放在心上 就是这一次的容忍让他变本加厉 这三年他稍有不顺就对我拳脚相向 我向儿子陈天赐求助 他却袖手旁观 甚至常常站在陈明志那边 婆婆更是视若无睹 说挨打一定是我的问题 我向父母哭诉 他们只会让我忍耐 我动过离婚的念头 哥嫂却说 我年纪这么大了 离婚传出去不光自己丢人 全家人都没面子 加上 我一直没有经济收入和存款 也没去处 除了会做饭 旁的也不会 就这样 一日忍一日 本以为会这样忍耐着过完一辈子 可是这一年来 我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未来 我还有很多年 我不愿意就这样搓磨下去 婚前 我也是个说干就干 风风火火的姑娘 成绩优异 高中三年都是班干部 本可以念个不错的大学 可惜家中经济条件有限 父母把读书的机会给了哥哥 连高考都没让我参加 回首往事 我愈发不甘 现在好不容易迈出第一步 我是万万不肯再回去过那种老妈子的生活 米卡给我出了一个主意 我听后有些犹豫 却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只能孤注一掷 美红姐不要怕 我相信你可以的 对付那种男人 讲道理是没有用的 就得用一点非常规手段 好 加油 美红姐 米卡和几个同事 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可我依旧忐忑 推开家门 一股交织着各种复杂的臭味迎面而来 我差一点呕出来 入目是一世狼藉 脏衣服 臭袜子 眼灰缸 泡面筒 垃圾桶内溢出的垃圾 踢踏的到处都是 餐桌上竟然还有除夕那天的剩饭 他们是把落在地上的东西捡起来吃了 还是等着我收拾呢 我无暇多想 捂着鼻子 把所有的窗户全都打开 陈明智听到动静 从卧室懒洋洋走出来 阴阳怪气地说 舍得回家了 赶紧把家里收拾一下 你看乱成什么样了 对了 我的衣服也该洗洗了 再给我做点饭吃 我从包里拿出离婚协议书 拍在他面前 我回来不是给你收拾家务做饭的 我是来离婚的 什么 陈明智以为自己听错了 他拿起离婚协议随意翻了翻 张美红 你要跟我离婚 你脑子瓦特了 请你签字 陈明智愣了两秒 随后哈哈哈哈笑了起来 你是不是发烧说胡话 你皮痒了是吧 说着 他顺手捡起沙发上的皮带 怒气十足 我把藏在口袋里的手机拿了出来 我现在正在直播 你的一举一动 网友都看着呢 他们会不会替我报警 我可说不好 直播离婚 就是米卡给我出的主意 我给自己做了很大的心理建设 完全暴露在网络上 实在不是我的风格 无奈我孤立无援 只能采取这样的方式 跟陈明智抗衡 他这个人要面子 听到我说直播的那一刻 立即扔掉皮带 张美红 你还直播 你不嫌丢人 陈明智想夺我的手机 我后退几步 摄像头对着他的脸 直播间有一万多人在看 姐姐不要怕 加油 远离家暴男 一定要让他签字 离开渣男 不是 房间也太脏了 我晚饭都要预出来了 陈明智急了 张美红 家丑不可外扬 快给老子 把你那破手机关掉 我看到弹幕上有人说 这个男的一看就不想离婚 于是灵机一动 笑着说 陈明智 你就是不想跟我离婚对吧 说什么我离不开你 其实是你离不开我 陈明智被我点得很上道 要啊 我会怕离婚 天大的笑话 结婚这么多年 你吃我的助我的 你就是个家庭妇女 离开我你啥也不是 既然如此 那就签字吧 陈明智已耶 坐回沙发 要离婚也是我提 是老子 不要你 我吃笑一声 陈明智看了一眼 写一书 又抬头看我 毫无松动 张美红 你想清楚了 离婚的话 你以后就别想再见儿子 那就不见 我面无表情地说 陈明智不淡定了 他坐直了身子 表情逐渐严肃 谁要见我 你们在讨论离婚吗 陈天刺顶着一头鸡窝 从卧室走了出来 他十分愕然地看着我 又说 妈 你终于回来了 我饿了 你给我煮碗面吧 他还没搞清楚状况 我冷着脸说 今后 就让你爸给你煮面吧 不是 妈 你不会来真的吧 就你 还要离婚 你出去会干什么呀 没有我爸给你生活费 你能活两个月不 哈哈哈哈 陈天刺得嘲笑 刺得我耳膜疼 直播间的弹幕 又迎来新一轮的高潮 欠揍啊这小子 有这么说自己的亲妈的吗 这要我儿子 我一巴掌山墙上 抠都抠下不来 废了废了 姐姐 扔了吧 我对陈天刺的失望 也是攒够了 上个月 我跟陈明志 因为鱼缸换水的事情吵架 他把网兜抽在我脸上 陈天刺路过客厅 冷漠地看了我一眼 低声嘟囔了两个字 活该 我有片刻的晕眩 好像冷水浇头 全身冷 心更冷 我没有理会 陈天刺的冷嘲热讽 催促着陈明志赶紧签字 见他还在犹豫 我继续拿话击他 这么多网友看着呢 他们都说你不想签 看你这种样子 是舍不得我 陈明志手一抖 拿过笔愤然地说 谁舍不得谁呀 我倒要看看 你在外面能坚持多久 到时候别哭着求我要回来 我压住嘴角的笑意 收回我那一份协议 陈天刺还双眼茫然 他不解地问陈明志 爸 你还真签呢 他走了 谁给我们做饭 收拾家务 找保姆啊 我讥笑回到 陈天刺猛然闭上了嘴 然后又叫嚷着 疯了疯了 你们都疯了 顺利拿到协议书 现在还需要等待一个月 等拿到离婚证 才算彻底摆脱 我还未来得及庆幸 第三天 陈明志就反悔了 这次 他学聪明了 没有直接去店里 有摄像头的地方 而是把我堵在 回宿舍的路上 二话没说 他就用暴力 把我往他的卡车上拖 张美红 你敢跟老子玩花招 你直播把我害惨了 我现在都没脸出门 被左邻右舍 和同事们笑话死了 我拼命地想要挣脱 大叫道 我们已经签了协议 我不会跟你走的 我都找律师 问过了 只要没拿离婚证 你就还是我老婆 张美红 我是不会跟你离婚的 这辈子你都别想 逃出我陈家 听到这句话 我的心坠了坠 春节还没结束 树上挂的彩灯 还残留着节日的氛围 冷风刺骨 路上没有一个行人 男女力量悬殊 我还是被拖上了卡车 在陈明志的半鞋破下 回到那个令人作呕的家 我的手机被陈明志拿走了 他指着我的鼻子道 这次看你还有什么办法 陈明志 我是真的不想跟你过下去了 我试图跟他讲道理 有什么过不下去的 不就是年夜饭说了你几句 有必要离婚吗 以前不也是这么过的吗 他永远不会懂 多说无意 陈明志点了一根烟 深深地吸了几口 他把手机推到我面前 你现在发个视频澄清 就说那天的直播离婚 是个恶作剧 我们夫妻俩好着呢 我拒绝道 这不是闹着玩 不要把网友当傻子 那你就把我当傻子是吧 陈明志把烟掐灭 从口袋里掏出离婚协议 撕个粉碎 想离婚 门都没有 他起身 冲我走了过来 那个眼神我很熟悉 我知道他想干什么 我立刻想要拿回手机 没想到他快我一步 下一秒 我便被他掐住了脖梗 他阴狠狠地说 跟我回房间去 我已经用尽平生力气 去反抗了 终是没能逃得过去 打开灯 我的脸又疼又肿 手腕和大腿不满于轻 陈明志一脸艳足地看着我 自信满满地说 张美红 你生是陈家的人 似是陈家的鬼 你这辈子都是我老婆 是我儿子的妈 是我妈的儿媳妇 跟我好好过日子 不要想那有的没的 大不了以后 我不再动手打你就是了 眼泪止不住地落在手背上 我穿上衣服去捡我的手机 这一次 陈明志没有阻止我 他舒适地躺在床上 看到我掉眼泪 嗤之以鼻 一把年纪了 矫情什么劲啊 我擦了擦眼泪 握紧了手机 你刚才强迫我跟你发生关系 是属于强奸你知道吗 陈明志一个机灵 啥玩意 强奸 我睡我老婆算哪门子强奸 你把我从下班的路上 劫持到家里是吧 那又怎么样 谁让你不听话 自己乖乖回来不就得了 非得逼我出力 在客厅 你又用武力把我拖到卧室 打了我又强迫我 这就是强奸 陈明志不置可否 行了行了 说这么难听 我们都多久没睡一起了 我都憋坏了 你难道不想吗 我们还在冷静期 陈明志听到这句 又怒了 冷静个屁 我不会跟你离婚的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说完 他便蒙上被子呼呼大睡 凌晨三点 我穿上厚厚的衣服出了门 在派出所门口徘徊了半个钟头 我还是决定走进去 你好 我要报警 整个过程很顺利 填资料 拍照 做笔录 取证 等一切结束后 天都快亮 陈明志被抓来派出所 他一脸菜色 看到我就像发了狂的狗 张美红 你报警抓我 你这个毒妇 我一句话都懒得跟他说 陈明志不知道 自己跟老婆睡觉 怎么会落得强奸的罪名 他或许懂一点法 只是太过自信 做梦也想不到 我会拿这种事报警抓他 毕竟 之前他对我实施家暴时 我从未报过警 我也有过念头的 却因为顾虑太多 选择一个人默默承受 审讯是 陈明志抵死不承认 直到警察拿出我的事后录音 婚类强奸 陈明志被判了三年 杨大荣来餐厅撒泼打滚 张美红 你太毒了 亲手把丈夫送进监狱去了呀 大家都来看看 他不配为人 枉为人母 他儿子以后走到哪里 都会被人指指戳戳 说他有个老改犯的爹 我走到他身旁 低声在他耳边道 陈天赐不仅有个老改犯的爹 还有个为老不尊 出轨的奶奶 杨大荣的哭嚎戛然而止 前年夏天 杨大荣与隔壁小区的一老官夫勾搭上了 第一个发现端倪的 是中风天摊的公公 那段时间 杨大荣借着去跳广场舞的油桶 整天不着家 每次出门都打扮得花枝招展 一天下午 我照例带公公在小区练习走路 防止四肢僵 杨大荣换了身颜色鲜艳的新衣 急匆匆地往小区外走 平时这个时候 我们都是一起带着公公锻炼的 不过他经常以腰痛为由 坐到旁边椅子上玩手机 美红啊 广场舞的时间到了 我先过去了 他扭着跨性质高昂的 很快就消失在小区门口 这时公公却含糊不清地说 去去 他试图抬手指着杨大荣消失的方向 爸 你是让我跟着吗 公公艰难地点了点头 那些天我在心底也生出些许狐疑 于是安顿好公公 便去了社区广场 跳广场舞的地方 到了那里 空无一人 我在广场转了两圈 无意间看到 杨大荣和一个老头在商场一楼交谈 然后又一前一后乘上了电梯 从那以后 我对杨大荣的关注 不自觉地多了起来 很快 我就坐实了他出轨的事实 却因为公公的病情 我守口如瓶 对谁都没有吐露 此刻 杨大荣羞的脸色占红 停止了对我的攻击 动作麻利地起身 他使劲压着声音 莫不可遏地说 你不要血口喷人 我是不是血口喷人 你心里有数 等会我把证据发你好吧 听到我有证据 杨大荣慌了 他自以为天衣无缝 平日小心谨慎 与独居老官夫私会的地点 也选择在对方家里 但摆密一书 杨大荣喜欢玩抖音 我在他关注的列表里 找到了那个官夫 每条视频都点赞 一次 杨大荣把手机放在客厅 我记得他闲聊天提过 密码是陈天赐的生日 我鬼使神差地打开了他的抖音 看到他和老官夫的 各种大尺度的聊天信息 以及照片 把我寒沉的饭都吃不下 当我把聊天图片 发给杨大荣时 他战红的脸瞬间惨白 这 这不可能 你怎么会有这些 这不重要 你要想守住秘密 就赶紧滚 不要耽误我上班 好好好 美红 我现在就走 妈求你 别把这个事情告诉别人好不好 我吃笑一声 我已经和你儿子离婚了 你不是我妈 好好好 那阿姨求你了 就算为了天赐考虑 他是你的儿子 你可不能再这么狠心啊 不得不说 杨大荣是懂道德绑架的 你出轨的时候 有为你的孙子考虑过吗 还有你的儿子 女儿 外孙 你考虑过吗 杨大荣孽如着 半天没蹦出一个字 灰溜溜地逃走了 没有了陈明志和杨大荣的纠缠 我想这下总该能安稳度日了 最近 我因为厨师请假 偶然替补做了几道菜 受到客人的好评 米卡让我从配菜园升到厨师 又在厨师工资的基础上 每个月给我加了两千块的奖金 我计划攒上两年的钱 就离开这座城市 因为这里已经没有我留下生活的意义 父母兄嫂 因为我起诉陈明志强奸我的事情 主动跟我断绝了关系 他们一致认为我丢了家人的脸 说我为了离婚 把男人送进监狱就是大笑话 哥哥说 等我老了一定没人管 让我不要连累他 我爸说我不配当他的女儿 我是他一辈子的耻辱 伤心难过了一段时日就释然了 就在我畅想未来的美好生活时 我差一点忘了 还有个不让人省心的儿子 杨大荣痛哭流涕地找到我的住处 他声泪俱下地指着自己额头上的大包 看看呀 这是你儿子干的 陈天赐是混账了些 但动手打人还从未有过 杨大荣一直哭哭啼啼 他真的很喜欢哭 闭嘴 到底怎么回事 杨大荣止住了哭声 天赐他前段时间谈了个女朋友要结婚 问我拿钱 三千他嫌少 就在我房间翻箱倒柜找存折 还把我推倒了 我都一把年纪了 呜呜 我一听就知道是个大麻烦 陈天赐才刚二十岁 根本不到结婚年龄 我让杨大荣先回去 收好自己的钱 实在不行 就去他小儿子或者女儿家里过一段时间 没想到他却为难地说 我有跟他们提过 但他们要么说自己家很忙 要么说住不下 我冷笑一声 真是活该 不过我还是好心提醒了他一句 收好自己的养老钱吧 不然以后有苦头吃了 送走杨大荣 我又头疼起来 不出所料 陈天赐很快就开始信息轰炸我 妈 我女朋友怀孕了 我要结婚 给我二十万 妈 给我转钱 你的钱早晚都是我的 小兔崽子 老娘的钱 你是甭惦记了 我把陈天赐和他所谓的女朋友 约到咖啡厅 陈天赐看到我很激动 自从他爸进监狱 我们就没见过了 他心里怨恨我 那时放狠话 要与我断绝母子关系 和陈天赐一同前来的 是个清秀的女孩子 十八九岁的样 话不多 看我的眼神戴着闪躲 椅子上是他的帆布包 里面还有一本书 陈天赐介绍道 妈 这是我女朋友小兮 阿姨好 我把目光移到小兮的肚子上 开口问道 几个月了 啊 什么 小姑娘茫然地看着我 陈天赐逆了她一眼 她才慌张地说 四 四个月了 对 四个月了 妈 我们得赶紧结婚 不然肚子瞒不住了 小兮一直攥着拳头 给她点的红茶 也一口没动 你们两个都没有到法定年龄 结不了婚 陈天赐急了 可以不领证的 先摆酒席 我有个哥们就是这么操作的 我把陈天赐打发到街对面去买水果 小兮 你真的怀孕了吗 嗯 阿姨 我真的怀了 你爸妈知道吗 我没爸妈 就一个奶奶 她还不知道 脑壳疼 但我还是想赌一把 直觉告诉我 小兮并没有怀孕 你能把怀孕报告给我看一下吗 小兮顿了一下 抬头看了看对面的陈天赐 阿姨 那个怎么会带身上呢 在家里 你根本没怀对吧 小兮抿了抿唇不说话了 我心里有了底 小兮 阿姨看得出来 你是个好孩子 对未来应该是有期待的 你要嫁给天赐 我同意 不过 你自己就甭想有什么追求了 更别提什么梦想 很难实现的 天赐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 以后养家都成问题 所以你要做好吃苦的准备 还有 天赐从小被惯坏了 性格脾气都不好 他爸有暴力倾向 经常打我 暴力倾向是遗传的你知道吧 做好准备 我担心 你以后身体吃不消 他爸爸还在监狱里 你们结了婚以后呢 你肯定是要被人指指点点的 阿姨别说了 小兮抓紧包 双眼含泪 阿姨 对不起 我根本没怀孕 是天赐让我这么做的 他想骗你的钱 拿去投资做生意 我要跟他分手 你让他不要再找我了 说完 小西头也不回地走了 这姑娘不错 陈天赐配不上 陈天赐件事情败露 对我大发雷霆 他吼道 你是我妈 你就得给我钱 天经地义的 你已经是个成年人了 在法律上 你一个四肢健全的 我没有抚养你的义务 而且 我也没有二十万 等你爸爸出狱后 你问他要吧 我身上是有钱的 与陈明志离婚财产各自一半 他最初不同意 想让我净身出户 但我已出具谅解书 减缓他的罪责为交换条件 换来大半财产 陈天赐不敢置信地看着我 开始服软 妈妈 我是唯一的儿子 你怎么可以不管我 我定了定神 决定用迂回的办法 你去找个工作 坚持干满一年 这一年 你不能矿工 不能频繁请假 一年后赚够五万块钱 我就给你二十万 这样你就有二十五万了 如果他能坚持一年 说明他还没有烂透 二十万是陈明志分道的全部家当 给他儿子也无可厚非 总之 陈天赐甭想从我这里拿走一毛钱 从他说我被打 活该 时 我们的情分就已经尽了 今后就算他成为亿万富翁 我也不沾他分毫 陈天赐听到二十五万 眼睛都亮了 当即就拍了板子 不就上班吗 谁没上过 二十万准备好等着我 陈天赐自信满满地离开了 我还是高估了他 听说三个月换了八份工作 最后彻底摆烂了 从我这里要不到钱 就去杨大荣那里要 而杨大荣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先前出轨的那个老官夫 有个侄子 侄子发现了他们之间的丑事 作为唯一的继承人 侄子担心杨大荣徒老官夫的房子 就把这件事在网上曝光了 虽然没有上热搜 但十万家的浏览量 还是让本地的人都知道了 杨大荣羞愤难当 躲在家里不敢出门 他的一双儿女轮番唾骂他 更不肯登门 杨大荣一个人在家暗自捶泪 悔不当初 再加上大孙子三天两头过去闹着要钱 半个月前 他一气之下便离家出走了 至今杳无音信 小姑子和小叔子象征性地报了警 就一直在家等消息 没有一个出门寻找的 陈天赐跟着一位朋友做生意 被骗了十万块 前世借的一个道上的高利贷 被人家狠狠教训一顿后 见他实在拿不出钱 就给他在工地找了个扛水泥干杂活的工作 每个月还八千 按月还款 一分都不能少 陈天赐不敢迟到 不敢请假 批命加班 为了省钱 连烟都不抽了 债主对他可没那么客气 工地里有眼线 陈天赐感偷懒 就修理他一顿 以上的信息 都是小夕跟我透露的 可无论如何 都与我无关了 我决定提前换一个城市生活 前段时间 哥哥的儿子要结婚 对方要三十万彩礼 哥哥就怂恿爸妈来跟我借钱 一张口就要二十万 我冷眼看着头发花白的父母 平静地跟他们说 既然已经断绝关系了 就没有必要再来往了 别说我没钱 就是永远不会借给你们 我老了以后进养老院 也是要花钱的 我哥显着脸说 进什么养老院 你只要把钱借给你大侄子 以后你老了就让他管你 我笑道 是个不错的主意 可惜我没有二十万 我明确拒绝了他们 可嫂又说了很多难听的话 临走 爸妈顿足垂胸 我妈说 本来还想着借这次机会 恢复一家人的官弄 可惜你没钱 我心底生气无尽的悲凉 对他们再无半点期待 我多年不见的老同学林芳突然联系到我 她在几千里之外的人是开了好几家连锁饭店 得知我会做饭以后 特意邀请我去她的饭店做厨师 此时 我的美食视频 账号粉丝也有九万多了 还在每天稳步上涨着 收拾简单的行囊 依依不舍地告别米卡和几个同事 奔赴新的生活 踏上列车 我心无愧疚 彻底摆脱了套在身上多年的枷锁 我不再是谁的女儿 谁的妻子 谁的妈妈 我只是我自己 只要怀着坚定的信念 未来的生活一定不比现在差 它是带着希望的 是欣欣向荣的 丸子还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跨年夜 我和闺蜜视频跨年 我大放厥词 明年 我一定把你二叔搞到手 电话那头传来闺蜜的嘈杂声 我想挂断 下一秒 电话那头传来男人低沉的男声 可以 今年的最后一天 我没有出门 而是在家里挨个台 换着跨年晚会 没办法 墙头太多了 都在不同的台表演 手里的遥控器都快被我暗冒烟了 生怕错过我任何一个哥哥 精彩绝伦的演出 我全神贯注地看着电视 一直到零点 刚刚倒计时结束 闺蜜的视频电话便跟着新年快乐的祝福打了进来 我接通电话 我接通电话 笑盈盈道 新年快乐呀宝儿 新的一年 祝你天上掉馅饼啊 闺蜜大笑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 她兴奋道 这个祝福我喜欢 不愧是你啊 鱼星星 我意味深长地笑了下 深藏功于名 闺蜜现在正在大洋彼岸的国外 他们家每年跨年都会去国外度过 今年也不例外 倒是难为 她还卡着时差来跟我一起跨年 我们俩就着视频 开始一边给自己画饼 一边展望未来 什么明年躺着挣两百万啊 什么明年一定要脱单啊 我说的上头 信誓旦旦道 明年 我一定把你二叔搞到手 闺蜜嘘了一声 满是不屑道 这话你都说了八百年了 请问您进行到哪一步了 我微微一笑 十分骄傲道 我俩距离领证就差认识了 闺蜜 她白了我一眼 懒得搭理我 我心情不错 已经开始畅想起了 跟路彻合葬的坟 该买到哪里 闺蜜的二叔路彻 是我大学的学长 我对她可谓是一见钟情 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 是她来给闺蜜送东西 等路彻走了后 我立马揪着闺蜜的领子质问 你哪认识的这么帅的男朋友啊 都不告诉我 还是不是最好的朋友了 闺蜜大概是被我晃得头晕眼花 立马伸出手来按住我 等等等等 谁告诉你那是我男朋友了 那是我二叔 我揪着闺蜜的手愣在原地 嘴角的笑意 有点僵硬道 二 二叔 她看起来没那么大呀 闺蜜白了我一眼 无语道 谁告诉你 二叔年纪必须大了 她就是辈分大而已 实际也就比咱俩大一级 我也是那个时候才知道 路彻是我们同校的学长 甚至还是个风云人物 那天 我跟闺蜜打听了好久关于路彻的事 从那之后到现在已经过了五年 我年年都说要追她 年年都耸得不敢下手 不过这也并不影响我继续口嗨 我正说得开心 闺蜜那边突然响起一阵嘈杂的声音 嗯 你怎么了 我看向屏幕 闺蜜那边已经一片漆黑 我晃了两下手机 又叫了她好几声 都没人应答 我忍不住嘀咕道 卡了 这网真差呀 我说着就想去把视频关掉 就在我即将点下挂断的那一瞬 视频那边突然又亮了起来 我口嗨的男主角 闺蜜那个辈分挺大的叔叔 此时正面对着镜头 笑意盈盈地看着我 想追我 可以 我明天回国 给你这个机会 她说完就挂了电话 只留下我面对一个呆板的手机 良久突出一个字 啊 我一晚上没回过神来 早上晃晃悠悠地起床 打算来守神曲振奋下精神 却看见了闺蜜发来的信息 鱼星星 下午四点来接机 我 就是口嗨而已 他们还跟我玩真的 连滚带爬地赶紧翻出闺蜜的手机号拨过去 得不在服务区 应该在飞机上了 我想着路撤那张帅脸 欲哭无泪 二叔 你听我解释啊 电话联络不上 我磨磨蹭蹭了一天 终究还是去了机场 四点刚过没多久 闺蜜的电话就过来了 猴得中气十足 鱼星星你在哪里 我在角落里 压着声音 跟做贼似的悄悄问他 你二叔回来了吗 没回来 他答得爽快流利 以至于我半点都没怀疑 立即兴奋地嗷嗷叫 等着 姐马上来拥抱你 苟了五年 干脆让我再苟着好了 只要没有男神在场 那整个世界 都是我鱼星星的天下 街机的人挺多 看见闺蜜青春靓丽的身影 我一个熊抱上去 就差挂在她身上了 欢迎回家 看见没有 她对我才是真爱 闺蜜却笑嘻嘻地 扭头朝身后说了句 我下意识地望过去 然后人就妈了 为什么路彻也在 挂在闺蜜身上的手脚 顿时僵硬起来 不知道该怎么摆放才好 然后闺蜜的父母 也笑吟吟地说道 你们俩好好招待星星 我们就先回家去了 我 如果射死可以噶人 那我肯定已经灰飞烟灭了 长辈们走得飞快 我也赶紧从闺蜜身上下来 乖巧地站在旁边 半个字都不敢多说了 车钥匙给我 带你去吃饭 我紧张地手心冒汗 路彻却忽然伸了手过来 摊开的手指 瞧着修长干净 掌纹清晰 嗯 是双掌在我心砍上的手 我脑子一抽 将手放在了 她摊开的掌心里 我 带脑子反应过来 干了什么蠢事 顿时就骚得我满脸通红 立即要缩回手 却被她握住了 路彻好看的眉眼里 蕴着温润笑意 我明白 让她开车 我真不是这个意思 顶着闺蜜痛斥我狗的眼神 我已经欲哭无泪 咱就说 能不能听我解释 不过最终还是路彻开车 我和闺蜜在后座摇耳朵 说好的狗宝贵 勿相忘 你竟然骗我 还说她二叔不在 都赖她 是她逼着我那样说的 闺蜜倒是光棍 直接把错拳推到路彻头上去了 末了又冲我几眉弄眼的 这是给你机会 耸了五年 再不拿下它 我都要看不过去了 那 那我不是还没有做好准备吗 我怂且慌 不敢抬头 就听闺蜜轻吃了声 五年还没有做好准备 人家速度快的 孩子都要上大班了 对 这位真是我亲闺蜜 捅刀子 从来都是照我心窝子来的 这次好好把握机会 闺蜜压着嗓音 颇有恨铁不成钢的意思 努力当上我二婶 然后过年给我发红包 懂吗 就问二婶可以垂熊孩子吗 我胡乱地点着头 一不留神 却看见后视镜里的路撤症 意味深长地看着我 也不知道她偷听了多久 又这般看着我有多久了 我脸皮已经烧起来 妈妈呀 女儿的脸皮回不了家了 从机场到市中心 一路上我的心跳就没有正常过 紧张慌乱到忍不住轻轻颤抖起来 这可是男神哎 等会儿他要再跟我说话 我用脑子抽风怎么办 如果我说错了 他不会嫌弃我吧 啊 我要回家找妈妈 我不和男神吃饭了 下车 正当我胡思乱响时 车子却突然停下来了 我一个机灵 立即就去开车门 原来老天爷也能听见我的心声 愿意放我回家了 于星星 你站住 路撤的声音不紧不慢 像山泉似的清冷月儿 你 下去 他弧度优美的下巴 朝我闺蜜扬了扬 我一愣 闺蜜一惊 二叔 你还讲不讲武德 不讲 路撤回德干净利落 闺蜜直接原地爆炸 我憋着笑 肩膀都抽抽了 哼 信不信我把他拐回家去 让你在外边喝西北风 闺蜜示威地搂住了我肩膀 然后就只见路撤意味深长地回过头来 别让我说第二遍 我按理捅捅闺蜜的腰 给他助阵 但这家伙居然耸了 星星 他见色起意 你要保护好自己啊 闺蜜同情地看看我 赶在他二叔将他扔下车之前 脚底抹油飞快溜了 我扒着车窗 可怜巴巴地看着他背影 为什么不烧上我一起走 闺蜜一走 车子里静谧如雪叶 我缩了脖子不敢说话 紧张得手心里冒热汗 想将自己藏起来才好 下车吧 路撤回头朝我笑了笑 我脑子一抽 你肯让我回家了 老天爷 我在说些什么 反应过来的我恨不能咬掉自己舌头才好 而路撤则失笑摇头 我有那么可怕吗 他一点都不可怕 甚至哪哪都长在了我的审美点上 关键是我第一次面对男神 紧张啊 没有 谢谢 不是不是 你一点都不可怕 我很喜欢你 不对不对 我没有不喜欢你 算了 你当我什么都没说吧 我捂了脸 简直想死 也算是误出了个真理 千万别和喜欢的男神独处 不然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 我像鸵鸟似的 恨不能把自己埋起来才好 但是却听安静的车子里 响起路撤的愉悦笑声 我知道你很喜欢我 所以 我有荣幸邀请你共进晚餐吗 啊 我脸红红的抬头 刚巧撞进他笑意盈盈的眼眸里 一起吃饭 好吗 当然好 我傻傻点头 嘴角忍不住高高翘起来 他不嫌弃我 笨嘴捉舌就好 餐厅是路撤挑的 环境清幽雅致 用餐气氛很好 想吃什么 路撤把菜单推过来 示意我点菜 但我秉持着少说就少错的原则 微笑摇头都可以 接出门忘了在嘴上挂把锁 能不说话 我就尽量不说 而且和男神吃饭 肯定都是甜蜜蜜的味道 他笑着摇摇头 拿过了菜单 等菜色送上来时 我才发现 路撤点的全都是我爱吃的菜 这人是特意做功课了吗 我小心挑了眼对面端坐如松的男人 眉眼里始终擒着淡淡微笑 看不出他的意图来 你 我和他竟然同时开口 我赶忙咽回了话 你先说 他朝我举举果汁杯 笑意温润 昨晚你说的话 还作数吗 他这是在鼓励我追求他吗 我脸红红地垂了眸 没敢看他 我就是大放厥词而已 但我觉得帅真可爱 一只大鸡腿忽然出现在我碗里 就听路撤笑颜 你最爱的盐菊味 赶紧吃吧 香味的确猛往我鼻子里钻 但我哪敢不顾形象的大吃大喝呀 抬眼偷瞄路撤 就见人家举手投足间 都散发着优雅气息 而我因为过度紧张 都哆嗦了 一边默默地暗中鄙视自己 一边又忍不住眼馋美食 等等 他怎么知道我爱吃盐菊味的 不喜欢 大概是我没动快 路撤好奇地看过来 而我赶紧蒙点头 喜欢喜欢 我这不得在他面前 顾忌下淑女形象吗 你喜欢就好 他笑了笑 举止优雅地开始用餐 我也开始小口小口地进食 然后莫名就想到了 和闺蜜大口吃肉的日子 呜呜呜 他为什么不带我走 鱼星星 就在我和路撤 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时 突然有人叫了我 我抬头就看见了公司同事 好几个人似乎来聚餐的 好奇地看看我 然后又眼也不眨地打量路撤 哇塞 这位大帅哥是你的男朋友吗 不是不是 我赶紧摇头否认 想撇清关系 路撤肯定不想我乱攀关系 但是没想到 他们几个人嘻嘻哈哈地笑起来 既然不是 那介绍给我们呢 就是客套一下而已 当什么真 帅哥 我们加个微信呗 几个女的笑嘻嘻地围着路撤 好像进了盘丝洞似的 我兴兴地掐紧了掌心 这群女妖精 我不过是跟她们谦虚一下而已 结果她们当我面 就想把唐僧肉给分食了 我正想对上几句 把她们轰走 却听路撤淡淡开口 我有女朋友了 女妖精们瞬间笑不出来了 我也当场愣住了 她居然有女朋友了 同事们很快散了 而我心里拔凉拔凉的 也没了吃饭的心思 原来在我偷偷喜欢她的五年里 她已经不声不响地交了女朋友 是我自己错失了表白机会 而她的女朋友 肯定温柔大方又漂亮吧 我粘头大脑地扒拉着饭 大鸡腿也不香了 就连路撤说请我看电影 我都拒绝了 先前不知道 我还能厚着脸皮和闺蜜大放厥词 现在已经知道她明草有主 我也是懂礼仪廉耻的 哪还好意思缠着她 没准她这会儿约我出来 是想跟我说 让我别有非分之想 回去的路上我 一句话也不敢多说 回到家 立即给闺蜜发了视频过去 杏杏对她 姐们 你太不够意思了 你二叔有女朋友了 你也不告诉我 害我丢人 她有女朋友了吗 闺蜜反问了句 然后我就听到了叔叔阿姨的否认声 家里还在催相亲呢 听见了吧 她妥妥的单身狗 闺蜜冲我几眉弄眼的 我必须得保你是我二婶呢 过年的压岁钱 能不能超级加倍 可就全靠你了 我 合着我是她的人形 提款机呀 可是 如果路彻没有女朋友 那她吃饭时说的那句话 是感人的托词吗 我正胡思乱想着 路彻的电话 却打了进来 星星 想请你帮个忙 家里催婚催得紧 我能请你 扮演我的女朋友吗 吃饭的时候 我就想跟你说了 但看你好像情绪不高 这么说来 她单身狗实锤了 当然 如果你这边为难的话 我再去找别人想想办法 我寻思几秒钟的功夫 路彻只以为我不同意 一听她要找别人扮演女朋友 我当时就急了 这种事 怎么好意思麻烦别人呢 必须我上啊 赶紧笑着蒙点头 当然没问题 需要我做什么准备吗 不用 到时候我去接你就好 手机那头响起了清朗笑声 路彻的笑音传过来 那就这么说定了 年后我来接你 可以可以 接女朋友拜年什么的 我当然 OK 没多久 我就接到了路彻的电话 我爸妈都很想见你 所以特意吩咐我 邀请你来家里玩 她笑着 一个小时后 我到你家楼下 有时间吗 有有有 我马上化妆收拾 一小时应该够了 我拿出平生最快的速度洗头 然后又风风火火地 撸了个淡妆 等我换上美美的衣服 路彻也刚好到楼下了 你 你今天特别漂亮 她笑如春风 将一大树娇艳的红玫瑰 递给我 人比花娇 我脸红红地 接过了玫瑰花 她这么夸我 我也是会脸红的好吗 我去给叔叔阿姨 买点礼物吧 第一次上门 就算假扮的 我也不好意思空着手 路彻体贴地帮我 打开了车门 朝后座望了眼 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后座放满了各种礼盒 看来是不用我费心了 一路上 我和路彻闲聊着 互通消息 以免等会儿 她爸妈问起来的时候 露了线 等到了她家 才发现闺蜜也在 星星 闺蜜兴奋地扑上来 扑得我亮呛 往后倒退两步 差点就摔地上 还是身后的路彻 稳稳地拖住了我 这是你二审 路彻说得脸不红气不喘的 是以闺蜜喊人 闺蜜则冲我 几眉弄眼的 甜笑开口 二审 我 一刹内奸 突然有点想 以老卖老 是怎么回事 乖 反正人都在客厅里 我掐掐闺蜜的小软腰 笑咪咪地说道 以后换婶婶来疼你 爸 妈 这位就是我女朋友 于星星 客厅里坐着好些长辈 路彻都一一介绍了 闺蜜也挽着我的胳膊笑说道 这可是我最好的朋友了 人品超级棒 而且相貌也OK 瞧这屁股 绝对好生养 我就想问 掐死闺蜜犯不犯法 她一句话下来 把我脸皮烧成了猴子屁股 羞得都不敢抬头了 长辈们倒是乐呵起来 星星快坐 路妈妈有一定的年纪了 但保养得很好 整体看上去非常有气质 她很热情地拉着我 坐到她身边聊天 旁边的七大姑八大姨问着话 我也都对答如流 听得一众人都挤满意地点了头 有的就夸奖起来 阿彻这回是捡到宝了 你们家有福了 今年结婚 明年准能爆俩 这可是喜上加喜 众人七嘴八舌地 说得路妈妈面上喜笑颜开 而我坐在她身边 抿着唇乖巧微笑 这种是非地 不是我这种出入江湖的小角色 能掌握的 听着就好 我就说 星星跟二叔很般配吧 闺蜜笑嘻嘻地凑过来 而路妈妈也满意点头 小姑娘乖得很 应该早两年就领回来的 嗯 什么意思 我有点听不懂 狐疑地看向路彻 她眨眨眼 示意我只管听着 我心领神会地点点头 大概是路妈妈 太想要个儿媳妇了 但路彻真要早两年 就领女朋友回家了 那还能有我什么事 但是路妈妈 显然话里有话 你还别不信 我跟你说 阿彻喜欢你很久了 既然如今已经同意见家长 要不婚事就定下来吧 路妈妈稀奇地笑看着我 有什么彩礼要求 尽管提 怎么我越来越听不懂 妈 星星第一次到咱们家来 你该准备饭菜了 路彻适时地岔开了话题 路妈妈瞪瞪她 虽然不情愿被岔开话 但仍是站了起来 笑道 星星 阿姨说的都是实在话 你仔细考虑下我的提议 咱们凡事都可以商量着来 好的 阿姨 我乖巧点头 甭管什么 都先应下了再说 而且路妈妈看起来 慈爱温柔 路爸爸虽然不大说话 但脸上始终笑容满面 各种照顾我 如果真有这样的公婆 想想都幸福 晚上路妈妈烧了一大桌子菜 而且全是捡着我爱吃的菜色来的 把我整得都不好意思了 要是他们知道 我只是假扮的女朋友 会不会恨死我 一顿饭吃得我心里 极不是滋味 总觉得愧对了梁老的热情和好意 饭后我推说要走 但路妈妈又劝着我留宿 阿姨 太麻烦您了 我想着托辞推托 但闺蜜忽然插了句话进来 那就住一晚吧 我同意了 我就想问 这鸭得是不是虎 路妈妈没开眼笑地 拉着我往楼上走 你们小姐妹俩今晚都住在这里 阿姨就喜欢热闹 我是真不好意思麻烦她 闺蜜反正是路家人 大大咧咧地笑起来 星星 今晚嗨皮呀 我忙不迭地摇头 跟她胡吃海喝 没皮没脸也就罢了 要是我在路家也这么搞 那温柔贤淑的马甲不得掉完 路妈妈把我安排在路车的隔壁住下了 闺蜜临走前 冲我暧昧地眨眨眼 姐们 支持你今晚就拿下我二叔 我 看看她背后似笑非笑耻的路车 我脸刷的一下就红透了 这人说话的时候 能不能注意下周围环境 路车就悄咪咪地跟在她身后的好吗 果然 憨憨闺蜜一扭头 把她自己吓了一跳 二 二叔 想法不错 路车意味深长地夸奖了句 就让开了路 闺蜜撒鸭子跑了 而我听着路车似是而非的话 脑子里又开始灌江湖 她说的 是我想的那样吗 好好休息 但是路车并没有进一步再说什么 简单地说了句话就走了 留下我满床打滚 也猜不透男神的心思 倒是公司群滴滴乱想起来 有管理宣布公司一主 即将开启新的篇章 新的工作方式 消息下面 一群阿谀奉承的家伙在那吹捧 我翻了会儿就准备休息 但顶头上司又发了消息过来 叫我速速处理邮箱里的文件 那是要拿给新领导过目的 对 我就是个大冤种 出门拜年 我还能随时背着电脑不成 顶头上司像催命似的 我只好硬着头皮去找路车借电脑 他倒是大方帝将笔记本拿给了我 为表真诚 我就坐在书房里 没想到他红了耳根子 咳嗽两声 那什么 作戏要做全套 我信他的鞋 照片里的我只有侧眼 明显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偷拍的 不过我还是忍着激动点了头 哦 我懂 他害羞不承认吗 没关系 只要男神也钟情于我 那他走一步 剩下的九十九步换我来走 他别开头不看我了 假装低头玩手机 而我看看他烟红如血的耳根 忍不住偷偷笑起来 男神居然偷藏我的思照 还被我逮了个正着 我深呼吸了口气 平复心情 邮件还在邮箱里躺着 我麻利地一边处理工作 一边时不时地偷描男神 嗯 侧脸也好看 他眼睫像扇子似的 下巴的弧度也刚刚好 果然不愧是我看上的男人 连刷某音的姿势 都帅得让我两眼冒红心 我来送水果了 陆妈妈笑咪咪地敲门进来 我习惯性地退回到电脑桌面 然后赶紧双手接过了果盘 没等我说感谢 陆妈妈就惊奇地依了声 桌面还没换呀 刷某音的陆彻瞬间抬头 就想动电脑 而我直觉 这可能关系到某个小秘密 立即有意无意地挡了她一下 然后和陆妈妈笑道 您知道这个 当然知道 她可是 妈 陆彻急急忙忙打断她的话 但陆妈妈笑撑了她一眼 星星都是你女朋友了 你还害羞 陆彻闹了个大红脸 而陆妈妈和我笑道 阿彻是真的喜欢你 这张照片都放了有三年了吧 时间线上和我预想的倒是差不多 陆妈妈说着陆彻的小趣事 而我似笑非笑地看向陆彻 对视两秒 她就红着脸移开了眼神 妈 星星还要工作 您别老拉着她说话 是是是 我不打扰你们俩了 陆妈妈笑咪咪地走了 门刚关上 陆某人立即就要起身走开 但我眼疾手快地拽住了她 这才是好机会 我哪能放她走 扬着笑脸对到她眼皮子底下 张口就指导黄龙 二叔 你就不打算给我个解释吗 藏我的思照 这可不是好习惯哟 我发现陆彻也爱红脸 清朗俊逸的脸旁染上了飞色 躲着我的眼神 给的解释就是 你要拿下我的那天 我同意了 她竟然还拿射死的事来说我 她没有心 陆彻 我在呢 她低下头凑近我 还反过来似笑非笑地瞅着我 跨年夜那晚 是谁说想拿下我的 只要她开口 半杯我就醉 一推我就倒 超级好拿下 这下轮到我面如飞色了 脸红红地别开眼神 但她却霸道地拖住我下巴 逼着我与她对视 墨色同仁里流露着温柔与深情 定定地看着我 星星 我很好拿下的 你要不要试试 笑话 我能放过这个机会 红着脸飞快点了头 你可不许反悔 我可没有这么好追的 我咬着唇 完全控制不住心跳的速度 我会坚持 看着她乖巧又认真的点头 我的心尖尖都要融化了 这可是我心心念念的男神呀 成了 第二天早上 闺蜜刚见到我 嘴里就是这么两个字 我忍不住咧嘴笑 有这么明显吗 则 毫不夸张地说 我站在八百米外 都能闻见你身上 散发出来的恋爱的酸臭味 闺蜜一脸鄙视 而且笑得春心荡漾 一看就是成了好事 你这是赤果果的极度 我哼哼唧唧地对回去 虽然我是笑得嘴角 就没放下来过 但哪有她说得那么夸张 你二叔说了 她现在是在实习期 得相处一段时间 看看何不合适 才能转正 这是我跟陆彻 昨天晚上达成的一致看法 刚说完 背后响起了沉稳的脚步声 随即陆彻的声音响起来 对你二审尊重点 不然明年的压岁钱减半 闺蜜的嘴 觉得能挂油壶了 我则笑咪咪地逗她 快叫二婶 你们 你们俩这是 何起伙来欺负我 闺蜜泪奔 扒着我胳膊哭嘻嘻的 姐们 我后悔了 你还是回家跟我过吧 我同情地摸摸她头 刚想说 二婶会好好疼爱她的 但陆彻已经扼住 她命运的喉咙 将她滴溜到旁边去了 再赶窜多星星回家 我就叫你爸妈 给你安排相亲对象 行 你够狠 闺蜜瞬间老实芭蕉地啃包子去了 我笑得嘴角高高翘起 看陆彻在我身边落座 帮我乘舟拿包子 脸上笑容就没有断过 超级贴心的男神 爱了爱了 年后 陆彻送我去公司 闺蜜想蹭车 但是陆彻嫌弃地 扔了她把车钥匙 自己去 星星 二叔 闺蜜气急眼了 你们俩就是见色忘有 不讲武德 回应她的 只有一连创尾气 我看着后视镜里逐渐远去 孤孤单单的闺蜜 还挺心疼她的 咱们这样是不是不太好 那我马上给她爸妈打电话 给她安排个男人 嗯 当我没说 我拾去闭嘴 闺蜜要是知道 我给她招了个男人 非得跟我挤眼不可 陆彻满意地勾了唇 趁着等红灯的时间 忍不住凑过来 电灯泡多碍眼呀 我羞红了脸 倾咳了一声 这感觉好像就在做梦 公司离得并不远 路彻停车后 伸手握住我的手 冲我笑得意味深长 咱们很快又会再见面的 什么个意思 她并没有解释 而我目送她的车子 汇入车流里了 这才拿出化妆镜来 赶紧补妆 镜子里的人眼眸寒春 红唇泛肿 这样怎么见人 我在街边吹了会冷风 才进公司 新年初见 同事们大多还是热情的 我勾着微笑 纷纷打过招呼 刚坐下没多久 部门经理就来催开会了 公司新总裁来了 大家都去欢迎 对 我只好起身 只是没想到 台上的竟然是路彻 他身上穿的烟色高定西服 还是我给他配的领带 这人竟然瞒着我 跑来做了公司boss 台上的路彻做着简短介绍 台下的我已经猛圈了 腰眼被同事撞得生疼 那天在餐厅里撞见的 几个女同事都兴奋地 冲我几眉弄眼 这不是你朋友吗 竟然是咱们总裁 星星 以后你可得关照我们呢 他和女朋友掰了吧 星星 你把他介绍给我们呗 我们喜欢呢 对对对 这种钻石王老五 遇到就不能错过 几个女人叽叽喳喳地 说得我恼人儿都疼了 要不是艾卓路彻刚上任 我不好扫她的面子 就我高低德现场 对这几个女人不可 但是她们也没完了 会议结束 路彻就被高管们簇拥着走了 我也不好上前大话 而那几个女人 就像狗皮膏药似的黏着我 吵着嚷着叫着喊着 就想通过我搭上路彻的线 还有意无意地模糊 路彻已经有女朋友的事实 我听得心头火起 忍不住反唇相机 谁说我不喜欢她的 我有跟你们这样说过吗 一群众女 这才稍稍闭嘴 但很快就发起了反攻 你那天不是说 你和她没关系吗 就是 你不会知道 人家是总裁以后 就尚敢着想要攀关系 当总裁夫人吧 于星星 你可真不要脸 他们一脸的鄙夷 好像我是个三似的 我气急返校 干脆摊牌 知道她说的女朋友是谁吗 我告诉你们 那个人就是我 你们要是谁不信 自己去问她 狠话一放 果然世界都清静了 但很快 我和路彻是男女朋友的事 也传遍了公司上下 就连部门经理都舔着笑脸跑过来 热情地夸我和路彻有夫妻相 把我都给整不会了 我和路彻谈恋爱 他们却比当事人还上心 上午路彻打来电话 星星 既然已经传开了 那咱们干脆顺势官宣 不用 路彻才刚上任 没必要整这些桃色新闻 我拒绝了她的提议 路彻也不强求了 转而约饭 那就中午食堂见 这个倒是可以有 五休灵刚想 我就准备去食堂占位置 公司人多 平常就急急嚷嚷的 而路彻的身份又不同 总不能叫她 也跟着一通瞎挤 但是那几个女人 竟然跟上来了 我急着去站坐 也没当回事 但他们却跟在我身后 阴阳怪气地嘲讽 于星星 公司里传得这么凶 总裁都没有做任何回应 你还敢说你是她女朋友 公司也有两年了 倒是不知道 你和城墙败过爸子 哈哈 骂得好 几个女人一唱一和的 满脸不屑 既拿眼角余光调我 我也懒得搭理他们 和他们说多了 简直拉低我智商 只是他们也烦得很 一路叽叽歪歪地跟到食堂 然后就看到了在食堂门口 等人的路撤 结果他们一看到路撤 就彻底换了一张嘴脸 陆总 您也来食堂吃饭啊 我们能不能坐这里 陆总 您真是亲近员工啊 您这样的总裁 真是太让人喜欢了 这几个同事 是公司出了名的会舔领导 变脸速度极快 我已经习以为常了 这里已经有人了 陆彻阴沉着脸 仿佛刚才的话 他都听到了 星星 过来 他朝我招了招手 我等你好久了 这些都是你喜欢吃的菜 我走上前 不得不说 陆彻真的太让人稀罕了 他这些年 还真是在好好了解我 都知道我喜欢吃什么 我一看同事们的脸 已经完全黑了 陆总 您跟星星是什么关系啊 有个女同事 大着胆子问道 男女朋友 他伸手迅速握住我的手 我收购这家公司 就是为了照顾你 哪还能让你被人欺负 嗯 为我而来 心肩上涌起巨大感动 我也紧紧握住了他的手指 而那几个女人 面色疏然慌乱起来 满是惊恐的猛摇头 星星 我们刚才 刚才跟你开玩笑呢 对呀 我们都是想恭喜你来着 祝贺你找了 这么好的男朋友 有机灵的强行摆了笑脸 试图挽回方才的话 但像这种 从骨子里坏出来的人 我又怎么会让他们 继续留下来 打我男朋友的主意 谢谢 不过不需要 我冷冷地看着他们 苍白的脸 当着我的面两面三刀 怎么 觉得我傻 刚刚你们不是挺能巴巴的吗 继续说呀 怎么 见到总裁 你们才知道 这下撞到铁板 不敢吭声了 只可惜呀 晚了 我若和陆彻没关系 今天指不定 要遭他们怎么埋态 幸而 我真是陆彻的女朋友 她也愿意拥我入怀 宠我如命 替我出这个头 刚才的话 我都听到了 公司不养闲人 尤其是喜欢闲言碎语的人 去人事那里 去领工资走人吧 陆彻皱了皱眉 公司的情况 我已经了解了 每个员工 我也了解过了 你们确实不适合 继续留在公司 那几个女人 当场就被开除了 陆彻也不光是为了我 这几个女同事 在公司摸鱼 光靠嘴上功夫 把领导哄得服服贴贴的 却还开着高工资 是得开 而新来的总裁 冲冠一怒 为红颜的事情 也很快顺着食堂的人流 传遍了公司上下 但我只当不知道 和陆彻坐在总裁专属做 美美地享受午餐 以后你不用站坐了 咱们就在这边吃 桌上摆的都是我爱吃的菜 精致程度远超食堂里提供的饭菜 他见我打量 便笑着解释道 我特意请了厨子来做午餐 保管将你养得白白胖胖的 他难道不知道 女生要拼平窈窍才好看吗 白白胖胖那是小奶娃 不过心意倒是极足 那我这回就勉为其难地 由着他安排吧 没人敢来专属坐这边打扰 我和陆彻时不时地低声笑说几句 气氛很是融洽 只不过他忽然说道 星星 你什么时候安排我去见你爸吗 我已经把礼物都安排好了 这么快的吗 我压抑了下 他则委屈地点点我额头 都占完了我的便宜 还不想给我名犯 嗯 难道不是他叫我试试 说他一推就倒的 我善笑了声 马上安排 男神都主动要求见家长了 我哪能不放机灵点 万一他跑了 我可没地儿哭 但没等我打电话 我妈倒是先给我发视频过来了 你就说 你到底什么时候找对象 我妈中气十足的一嗓子 后得我手忙脚乱地 赶紧降低了音量 这真是亲妈 半点都不给我留面子 你慌什么 我妈火眼金睛 瞬间就察觉到了 我的状态不对劲 眯着眼睛狐疑地盯着我 说 是不是一个年过完 你依然还是条 没人要的单身狗 我就想问 咱能不能别扎 不对 我有男朋友了呀 想到我的心头肉 我立即有了底气 妈 我也有人要 我骄傲地昂起下巴 把身边的路车都给逗笑了 但是我妈一脸神探似的怀疑表情 我记得你去年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结果你回来了 村里的狗倒是跟你挺亲近 我 星星啊 你实在没人捡去 咱就认了呀 妈给你找找 相亲对象 亲妈就是亲妈 小刀给我扎得挺疼 我苦恼地揪着头发 正愁愁着 怎么跟我妈说路车的事 没想到路车 却忽然探头过来 笑意盈盈地看着镜头 阿姨 您看我做星星的相亲对象 合适吗 我和我妈都看愣住了 但是没两秒 我妈就喜笑颜开地点了头 可以可以 当然可以 我觉得非常合适 哼 我也觉得我得路车超级合适 既然这样 那星星你赶紧把你对象领回来给我们看看 然后准备结婚的事 我妈风风火火的 把我都说猛了 有必要这么着急吗 你也不瞧瞧 你多大岁数了 我妈鄙视的眼神 从来都不会缺席 弄得我困惑地看向路车 难道我很老了吗 路车笑着揉揉我头发 每个催婚妈妈的心里 孩子都是嫁不出去的老冤家 我深以为然 领路车回家可以 但结婚的事情不着急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 谁知道路车竟然带着户口本去我家 而他又真的酒量不太好 三杯就倒 还非吵着要跟我去领结婚证 我爸妈以光速将户口本交到我手里 然后用一种我占了超级大便宜的眼神 送我出家门 我都被整郁闷了 一个两个的 怎么都不讲武德 想着民政局应该不会让个醉酒的人结婚 但是没想到刚进民政局的门 路车的酒就醒了 我这辈子走过最长的路 就是路某人的套路 来都来了 不领个证 好像也说不过去 所以准备至少三年后结婚的我 三个月就领证了 路车拿着红本本 笑得像个二傻子 我则满脸的郁闷 你这是骗婚 明明是谦卑不醉 却跟我故意三杯倒 男人不醉 女人哪来的机会 路车笑意盈盈地拥我入怀 你早就想拿下我 而我也说了 只要是你 我半杯就倒 我终于转正了 我以为她说着玩的 哪晓得 她竟然跟我玩真的 老婆 亲亲 别撅嘴了 今晚由你处置好不好 她的稳如细语般落在我唇上 甜如春花里的那抹蜜 而我本就没生她的气 她哄一哄 也就顺势笑称她 那罚你今晚睡沙发 她苦了脸 明天 明天再睡沙发好不好 为什么 因为今天领证 乃是洞房花烛夜 春宵一刻值千金 她说得不正经 而我则羞红了脸 我终于嫁给了她 耸了五年 也想了五年的男神 此时此刻 终于跳进了我的碗里 洒花 庆祝 当然 我有个问题 始终没有问过她 陆彻 你到底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喜欢我的 从她电脑里的照片 就知道 她喜欢我也很久了 嗯 这件事要开始说起来 大概需要很长的时间 从你是我学妹的时候 就开始了 但我没想到的是 竟然这样巧 你跟我侄女是闺蜜 陆彻说 她在大学的时候 第一眼见到我就喜欢 那时候的 她背着摄像机 可以在学校转很久 经常看到我去食堂 她拍了我很多好看的照片 都存在她的相机里 但她迟迟不敢 跟我有太深的接触 怕太突兀 也怕我不喜欢 一直到跨年夜 我跟闺蜜视频 她才觉得机会来了 正都领了 然后就急坏了双方父母 他们风风火火地忙着婚礼事宜 而我和陆彻则甜甜蜜蜜地享受二人世界 而我此刻也终于发现我的老公 我曾经的学长到底有多优秀 但凡我不会的 就没有她解决不了的 小到家里鸡毛蒜皮的问题 大到工作上的各类人际交往 棘手事物 只要过她的手 保管被梳理得清清楚楚 我的膝盖和崇拜眼神 自此以后 全都献给了她 陆彻显然也迷失在了一顶顶的高帽子里 只要我甜甜地换生老公 什么她都能解决掉 而在她不遗余力的带领下 很快我就能在工作上独当一面了 家里事情也能处理得井井有条 她最常感慨的就是 教会徒弟饿死师父 现在我都不需要她了 怎么会呢 我笑盈盈地吻上她柔软的唇绊 我在厉害 没有老公做后盾也是不行的 真的 她亮了眼睛 而我笑着肯定点头 当然 夫妻本是一体 有你的扶持 我才能飞得更高 若没有她 我依然碌碌无为 或许我会鼓起勇气向她告白 或许我就那样耸下去 到死都只能留下满心的遗憾 可她踏出的那一步 却给了我无上的勇气和力量 也成就了这段美好姻缘 我相信 只要彼此有心 未来会越来越好 而我与她 会幸福到老 会幸福到老 接下来 成功 � havoc